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维林 欢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闻 南岛市城市里 挽来挽牌最保护的道路 路面年轻松是康康康康 官员里面前接到地方的丁层 日前回当立法委员可笑话 广义员丁丁丁丁 交给现场来会账 您观众现场是在 任何有时做的必要 将用到400万块来改成这条 两公里外的道路 我们到时候 城市里挽来挽 白水的保护道路 因为年过期收 破顺进行严重 得和民众基础 这是城市里 以及民间乡万丹串荣油 并上出业 以及温输融散的重要道路 天王路 跌到这样 很久都一直跌跌 这边感谢林管长 给我们做一件事 希望县府在这条马路 不管是道路的负责道路品质的改善 或者是这个合体的堤防 我们都希望县政府可以协助大家 让他们在平常用路上 有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这段未成出局 到民间乡万丹川内路民街选工厅 管队人民情这几个选顶前一后 市区当立委口稍罚 管理员中家带上人 请主线到会讯 丁管长表示 这条道路有两公里边 落下到七公里 中车关乎港部处 中坡点到路边 经费大学需要四百万 我们实际来看 这个路边已经损害非常严重 所以这不够电坡这个AC 我们这些背城出局吧 尤其我们这些农村有这么多 路边没出够好 我们这些农民 白鸿丘都要涉着 我们就有法交代 当期以来 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这些的 这个AC的一个填补 但是都没法说 很严重 但当方会到路边 也是沾沾沾沾沾 那县长也特别指示 我们就一劳永逸 把整条路全部把它翻新 不要让我们这些农民 在这些温柿的头顶 那么能够来担忧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况 坑坑洞洞 那所以县长就一口气 就决定整条道路来把它铺设完整 那这条道路也很多行驶的车辆在行驶 那所以我们也这样子来确保行车的安全 还有农作路的运输 这条布华道路是南岛到民间 重要的替代道路 关乎几出将会尽速保持一天 获得向一条安全熟悉的道路 记者显示彩虹报道